然後呢,浸泡完了之後呢,該溶解掉的功能溶解之後,現在就是噴水 噴水把鮮飲機給噴掉,噴完之後呢,就水乾 把鮮飲機給洗掉之後就水乾它 然後再手去碰到,大約120度就碰到 那還有一個就是泥漿式鮮飲,就是這樣呢 我們剛剛看到有一個曼青台的廠裡面有沒有 那鮮飲是怎樣,一直噴著 就好像花灑一樣,一直在噴火有沒有,一直在噴火來鮮飲 還有這種叫泥漿式鮮飲 就是一直在噴灑,一直噴灑,然後一直在旋 邊灑邊旋,這樣子 那鮮飲完之後呢,接著就是確認圖案有問題了 要做下一步的離子固執跟石刻之前 你要讓光阻固化更鮮硬一點 因為在石刻或離子固執,他要趕住石刻或趕住離子風情 所以他不需要越平越,所以就經過一個 略微高溫大約120度的風靠 所以這第二步的風靠就叫平風靠 把剩餘的所有水氣全部都烤掉 把所有的殘存容器跟水全部都去除 然後增加光阻的硬度 增加光阻的強度,機械強度 然後呢,來 使得光阻可以抗石刻跟抗離子固執 並且加強他的服務 那一般用的是加熱平板 但是在夜間不是加熱平板 但是在夜間不是加熱平板 他是烤箱 就是一個箱子裡面呢 裡面已經是高溫的 就直接送進去 在裡面帶著就是這個人 就直接用烤箱 那烘烤時間 烘烤不足就怎樣呢 烘烤不足附著力會不好 烘烤過度呢 就會造成低的解析度 烘烤過度主要是怎樣呢 他光阻會脆化 烤太乾烤太多的時候 他硬化的時候呢 就很脆 就怕他會努力 騙進鍋肉 有沒有 大家要聯想 烤得太久 就要讓麵包烤太久了 表面反而會脆化 或者是灰化 有沒有 這就產生炭的粒出來了 臭味大的意思 就是烤焦喔 所以光阻比較烤太久 烤太焦比較直 會烤焦 那整個光阻步驟呢 一定要清洗乾淨 為什麼清洗乾淨 一讓沒有清洗乾淨 就很容易出現 有暈厚的部分 那 過度烘烤 剛剛講過 烘烤的過程中 他會怎樣呢 加熱的過程中 光阻可能會再流動 那你過度烘烤呢 表面的圖案 可能會黃翠化 老掉 豬子類的 不過這都不太好發生 基本上都已經有標準流神了 然後接著就是這樣的 圖形檢測 不然光顯完你圖案出現後 記得要去檢查你的圖案 第一個 你的摩罩有用錯 如果你拿出摩罩不出來的形狀 就跟形象形狀不一樣 第二個 有沒有歪掉 因為你一定是 每個圖形跟圖形之間 都有它的相對位置 那它的相對位置 要組合你要的相對位置 不要說歪掉 不要歪掉 這就是圖形檢測 圖形檢測 所以一般如果對準的話 通常都會設計一個叫做 Eliven Mark 對準的圖形 或者是 Eliven P 是什麼呢 比如說 好 取個例子 我們希望圖案跟圖案之間 是對準的 那就來了 如果今天我是做Goal Space 我的Active Region的圖案長這樣 而我Gate的圖案長這樣 可是 吐完光之後呢 這是 這是下層圖案 這是上層圖案 上層圖案 下層圖案也會歪掉 你當後面看 可能 看不太出來對不對 因為它就像 貼近一點點 你都覺得好像 在中間嗎 對不對 所以通常都會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在看你對準的時候 不是看這個圖案 這個圖案只是看你用對光照 你光照你用對用錯 我用不同顏色來畫 假設這是底層的圖案 這是上層的圖案 然後呢 然後 在上上層 可能還有圖案 是我們康佩的圖案 這可能是更上上層 的圖案 就是第一層 第二層第三層 那他們自己直接有沒有歪掉 有時候看圖案 如果在學校圖案很大 你們看不出來 一般都會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對準的 關鍵 關鍵元件 我們叫做Alignment Mark 或者叫做Alignment P 對準圖形 這對準圖形呢 很多人喜歡用十字來表述 比如說 下層雲件 他會掛個十字 上層雲件呢 他會用一模一樣的十字 那他就看這兩個十字有沒有完全的重點 就可以看出來有沒有對準 有沒有對準 他就是用十字包十字的這種概念 來看有沒有對準 那通常啊 你學校的經驗來講 他就算 因為我們在顧完光的時候 可能圖形會偏大跟偏小 或者是 他會一點點 有時候你肉眼 不好判斷 如果各位是肉眼在判斷的話 我通常會建議 我通常建議 兩個圖形不要一樣大 最好是什麼呢 大包小 可是大比小 只要打一點點都夠 我建議 如果各位是肉眼在做對準 我們是用機器對準的話 那最好設計成這樣子 因為他只要 這個空間很長 第二個 只要大的完全包到小的 那他的物差很多 就是這個空間的物差 最大的物差也不過就是 邊緣到邊緣的物差 首先第一個 大的一定要包到小的 大的才完全包到小的 他的對準物差很多 就是你邊邊留著這個空隙的物差 裡面 第二個 有空隙你用肉眼一看 你比較容易判斷 到底這兩邊空的有沒有一樣 比較容易判斷 就是 小範圍一定會在正中央 你一定要容易判斷 可是如果是完全 exactly 一樣怪 可是他腹出來的時候 可能會偏胖一點 偏瘦一點 的時候 你就會很難看得出來 會完全對切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是告訴各位 如果各位實驗師使用的是 手動對準 而是去乘疊一層的話 有時候你設計 alignment 完全重疊的形式 去看的時候 有時候不見得會好判斷 有時候不見得好判斷 所以呢 對準就是要 都在正中間 正中間 那如果對不準呢 可能就會歪掉 可能偏左邊歪掉 可能偏右邊歪掉 也有可能是怎樣呢 角度 這個好像很準 但是其實上整個光照 有一個實體打角的誤差 變成你看A圖案就OK 可是看B圖案跟C圖案 偏著越來越大 就代表你的光照跟你的晶圓 有一個角度上的誤差 沒有完全你在你的角度對 因為它不只是SY 不只是一種表面SY的正確 還有旋轉比較正確 所以一般的光機呢 通常會有三個軸 會有S軸 Y軸 跟C大強的調動 通常會有三個軸的調動 這些都是手動曝光 如果是自動機台曝光 機台會把你撞到這一切 你就不要再回應 那通常呢 機台在檢查有沒有鋪對的話 它都會有 我剛才講的 Orland Mark 而這個Orland Mark 最喜歡用的就是 正確式圖案 正確式圖案來看 比如說 下層在曝光的時候 你有下層的正確式 上層的曝光的時候 有上層的正確式 而上層的正確式 跟下層的正確式 如果有錯位 有對準差的話 我可以利用光學的方法 來判斷出他們有沒有附差 基本上 現在半導體製程的機台檢測 都是使用光學的手法 或者是非破壞性的手法 不能用破壞性 破壞性就會造成原件 這個機能有受到損傷 那可能會出現了壞的 Damage或是烈化 都會盡量的使用光學原理 就是利用干涉的方式來判斷相對位置 所以通常呢 就會故意用一堆炸籃式的結構 來判斷內容對齊或對準 那還要是使用電子顯微鏡 SEN 直接用肉眼去看以外 電子顯微鏡 我們一般的顯微鏡是什麼呢 是光學顯微鏡 可是當你尺寸很小的時候 光學顯微鏡的倍率已經不足以 讓你看到它的尺寸的時候 就使用電子顯微鏡 那電子顯微鏡是目前解析度最高的顯微鏡 為什麼呢 因為所謂的顯微鏡就是利用光的 什麼呢 光的 要說光打下去之後的反射光 看到的顏色差 或是高低差 或是圖案差 或是反射出來的波上差 但尺寸很小的時候 要用電子顯微鏡是會 電子 每一顆電子在微小的微觀世界 它就是個電子具有波動行為 而電子的波長 可以利用電子素的能量來控制 所以電子可以藉由高能電子 它的波動性的波長越短 它可以看到其心度 更高的圖案 或是尺寸更小的圖案 它可以是把電子當成一種光的 因為電子紋身具有波長 好 這是電子素顯微 S電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來去看關鍵尺寸 關鍵尺寸通常都是最小微的尺寸 或是最重要位置的尺寸 光學顯微 光學顯微鏡只能看到光學肉眼 可以看到那個大小 那通常在四微鏡 就是小於一微鏡一下 你用顯微鏡或光學雷鏡 很難看出它的差別了 就只能進入到電子顯微鏡 好 電子顯微鏡 因為可見光 來 可見光的波長只有到多少 可見光直到 從3900A到77500A 所以3900A換算成尺寸 就是0.39Mbps 0.39Mbps 光的波長直到0.39Mbps 而且這還是直光 所以一般小於1.5Mbps 或是小於0.25Mbps 根本沒辦法喊得到 因為它的波長比你的 原件的波長還要 原件的尺寸還要大 光的波長 可見光的波長 一比原件尺寸還大 就看不出有不同的 因為它解析度就不夠了 只要找另外一個 電子數 只能用電子數 因為電子數的能量越高 電子所造成波長就會越短 所以高能量的電子數 可以用來檢測非常小的電子光 這是因為光 因為應該說 電子具有玻璃二層性 而它的機制是什麼呢 電子數打到物質的時候 會激發出二次電子 或者裡面講說 電子打到一個材料 會撞出這個材料的外型 會有一點電子出來 這個撞出來的電子 就稱之為二次電子 所謂的二次電子 就是露色電子 撞到材料之後 把材料裡面的電子撞出來 這個被撞出來的電子 就稱之為二次電子 所以當電子數 撞到物質的時候 激發出這個二次電子 而我們的顯微器 就是收集這些 二次電子的訊號 撞到不同的位置 撞出來的 二次電子的強度會很痛 以及你在撞二次電子的時候 你的萬物還是有高有低 撞出來 撞出來的能量強度 也會不一樣 就可以被光看到 再來 尖銳的邊緣 尖銳邊緣 二次電子的到達角度越大 它能夠收集更多二次電子的話 它就會有比較強的訊號 通常你在邊緣角角就會有形狀出現 所以S電子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就像這樣子 一堆的電子數打下去 我們就是要收集這樣 撞出來的二次電子的訊號 所以只要有圖案 只要有邊緣角角的地方 它的強度 二次電子的強度就會不一樣 所以你只要等於有圖案 它在邊緣的地方 二次電子的數量不同 它就會成像 雖然是黑白的 它的成像是黑白的 是黑白的 收到的訊號會比較亮一點 會比較白 所以二次電子越多的 它就會越白 然後呢 如果完全沒有反彈二次電子 它就是全黑的 那就是全黑的 看不到東西就是全黑的 所以你會看到越灰的 越白的就是二次電子越多的一方 好 這就是電子屬性為進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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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電子寫文件 所拍攝出來的 都是黑白的 這都是表面 SEN下去 這些都是 SEN的圖 你們會看到 它有邊邊角的地方 會比較亮 白邊 因為這裡有二次電子的訊號 比較出來 只要在邊角的地方 邊緣的地方 凸顯的地方 或是有角度的地方 會比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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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同材料 它發出來的二次電子的訊號 強度也會不同 所以它會有色差 會有色差 這個你的材料 跟這個的材料不同 所以同樣都是平面 打出來的 訊號的強度會不同 不同的材料的強度不同 然後呢 如果有高低 形狀不同呢 它累積的強度也會不同 所以就可以看到圖案 看到圖案 這就是一般的SEN的圖案 SEN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那 商業界呢 都會使用 所謂的CB S CB 就是Critical Dimension 關鍵尺寸 Critical Dimension CB S 都會使用CB SEM 關鍵尺寸的SEM 去檢測 它的形狀 那 還有一種呢 是使用什麼呢 使用 橢圓偏光 橢圓偏光影 來去判斷整個形狀 有沒有符合 不過是牽扯到非常複雜的數學 做一張計算 它要花費很多的時間 而且會花費很多的錢 這個是要跟製程一定做下去做的東西 這叫做CB SEM 叫做CB SEM 一般都直接形成這個 光學就可以直接形成怎樣了 這有沒有 有點像是視覺有沒有 每個人去看眼科的時候 會問哪一條叫粗 有沒有 哪一個叫粗 到底是正粗還是假粗 醫生會知道 光學就可以在判斷 這個判斷有什麼好處呢 它可以判斷你的曝光機的曝光能力 有沒有問題 我就故意設計怎樣呢 一模一樣的大小的圖案 但是我的間距有細的 有間距寬的 然後曝下去之後 我還可以看到什麼呢 我可以故意設計光照這件黑線 跟這件黑線是一樣粗 照理說我可以設定一樣粗 但是曝完光之後 會不會一樣粗 那就看你的 調整你的光學的那些 光源強度 波長有多乾淨 還有什麼呢 那個鹹飲的時間 可不可可 曝光的時間 是不是剛好 只要這些 關鍵步驟當中 有的沒有調好 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密度比較密的 跟密度比較稀疏的 明明光照上的圖案 是一樣半路的 可是曝出來 很有可能這裡會偏向 這裡可能會偏出 為什麼 因為這裡比較稀疏 代表什麼呢 這些都是照到光的 白色的地方 就被融解掉 都是照到光的 這邊照到光之後 這邊的區域面積 大家這裡 光的區域面積下 光的區域面積下 打下去它像四色的 散色的光的強度 會比較多 所以呢 因為這一根 它裡面空白越白 白色越快 在混亂的時候 就有越多的反射光 可能會達到這個 這個黑線的內部 以及怎樣呢 你在顯影的時候 這裡是要被融解掉 被融解掉的時候 就代表這邊容易 很容易充滿了 這個在這裡的堅決 可是呢 這裡的白色的區域 代表什麼呢 這裡很密 容易要進去 融解再流出來 比較不容易 所以導致怎樣呢 越稀疏的我們稱之為 比較隔離比較遠的圖案 它可能就比較細 越密緊的 曝完光吸引出來 可能會比較粗 那所以要怎樣才可以 微調製成呢 一直調整到 不管是密的 或者是疏的 然後不管是細的 或者是粗的 它能夠曝出來的形狀 都跟光照三一致 哇 那就最好了 那就是最好 因為這是難免的 比較密 跟比較疏的 在整個化學容力流進去 跟流出來 就會有所謂的 loading effect 就會有所謂的 複產效應 這個可能後面時刻會降到 因為所謂的融解 這種化學環境是怎樣呢 容易進去 碰到物質 發生化學環境 融解之後呢 還要再將複產物流出來 如果今天你的 整個時刻的過程呢 是在一個非常窄零的小組機內 化學容力要流進去 要融解它 融解完複產物要流出來 這個時間就要花得比較久 因為你的 你的你要 你產生化學反應的地方 太小可能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很大 變大成化學反應 化學反應 化學容器容易進得去 也容易流出來 那它的化學速度就會比較快一點 就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 比較密跟比較稀疏 你如果是 如果是化學反應的話呢 它的反應速度會不一樣 再來還有什麼呢 轉角的地方 轉角的地方呢 容易的到大腳步也會不同 比如說這個是270度 這裡只有90度 而平的地方速度180度 化學容易可以流進去的融入 那一直都不同 所以呢 一般的曝光它都會設計各種不外 來去微調我們整個曝光過程中的 所有的條件 包含什麼呢 光的強度 曝光時間 血引劑的時間 這些都可以微調 讓這些形狀盡量的逼近 你光照著設計的不外尺寸 不要想說直的負出來就是 就很直喔 不見的喔 負出來甚至有可能中間比較胖 而中間比較瘦 兩側比較胖都有可能 好 負完光的時候呢 很有可能是怎樣 很有可能正面比較細 正面比較胖 或者是中間比較細 兩側比較粗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好 所以就會發現到 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好 負完光 這個尺寸跟你光組尺寸 完全 光組尺寸跟光照是一模一樣 那如果說你負光過度 或者是血引過度呢 中間可能會變得比較瘦 好 外面又變化 然後就變成兩側關 中間瘦 那有可能怎樣呢 你探側看沒問題 從走 從正上 從上到下看 好像不外一樣 可是你只要一轉個角度 從側邊看 就發現了 這個雖然好像是粗的 實際上它是個提琴鐵工 就是你以為長度剛好 但實際上表面是比較瘦 下面是比較胖 也就是說它側邊的擋式 能力就會比較多 所以黃光製程 唯一在微小化過程中 之前講過 在整個尺寸微小化過程中 兩個部門的工作壓力很大 一個就是唯 它必須要保證怎樣呢 尺寸變小的 曝光也要很精準 不會發生種過度 形狀程度不一定 或者是有清新出來 那另外一個部門就是實刻 如果今天我可以做到很直了 肯定實刻出來不直 那就是實刻的人到達 那如果我曝光曝出來 本來就不直 那我實刻出來不直 我可以說 曝光都沒做好啊 它沒好這樣也很理所當然 求人得人啊 你現在好了再怪我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 這樣的部門 很關鍵啊 很關鍵啊 很累啊 但是呢 好處是什麼呢 只要你看到圖外有問題 你畢竟下面的基板 都還沒有去干擾到它 還沒有做任何破壞性的事情 只要曝光檢測出問題 可以重來 只要把公主全部再人解掉 再重新上張曝光 重新來圍影支撐 它是可以rework的 可以從頭再來過多 因為你還可以進行 後續的離子負責跟 實刻這種不可逆的支撐 那圍影是一個可逆的支撐 做不好洗掉重來 重新上張就可以了 大家講過 會使用很多光學機制 光學設備去檢查 你的圖案要來 有沒有可以 好 所以整個曝光的過程中呢 是晶圓進去之後 晶圓進去之後呢 會先將表面烤乾 烤乾之後呢 冷卻 冷卻下 還有泡蟹魚劑 蟹魚劑泡完之後蟲水懸肝 懸肝完之後再來 把它物化硬桃 懸肝完之後這裡硬桃同時也在怎樣去除水氣 因為你懸肝完之後呢 放到這裡可以把多一點的水氣蒸發掉 也要把光阻更硬一點 烤更乾一點 然後再冷卻 再來就說出來就是怎樣 檢測 光學檢測 大的圖外可以用肉眼去看光學顯微鏡 小的圖外就用電子顯微鏡去檢測 那通常可以用電腦自動去檢測 利用電子顯微鏡自動去拍照片檢測 檢測完了之後呢 沒問題可以從下來 有問題再送去重新入獲 那這些的機台呢 如果你都是同一個平面的 剛剛講每個機台都是同一個水平面的在置放 你會用到面積有很大 那前面講過 無程式這個環境是寸五寸金的 機台的面積能夠越小就越好 所以我們之前加入資者講過 爐管就有分水平 爐管跟垂直爐管 垂直爐管佔地面積就比較小 但是比較高 但是高不怕 怕的是面積大 因為寸五寸金 所以剛剛的這些 圍椅制成當中的每個步驟呢 都會用堆疊式的堆疊起來 而不會是平面式的 如果平面式的 整個機台的配置 就需要很大的面積 可是如果是垂直架構 一樓樓樓三樓四樓五樓 這樣的話 這就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透漸措色區 你把它立起來 就變成什麼 垂直式大樓 垂直式大樓 垂直就小了 面積就小了 所以我們要土地 可以蓋更多的房子 這就是為什麼 開發牆土地上 可以賺更多的錢 所以蓋大樓再完成 因為可以縮小於使用的土地 因為土地面積就變小了 這樣 以上是整個曝光的過程 整個圍影的過程 那接著要介紹的是 跟圍影強相關的就是什麼呢 我們圍影追求就是要 解析度要 解析度又跟景深很重要 跟景深很重要 所謂的景深就是什麼呢 可以成像的區間 可以成像的那個認知要越大越好 景深是要越大越好 當一個光 透過光照上的孔形或孔洞 射出來的時候呢 會產生繞射 會產生繞射 使得投射出來的圖案 沒有光照上的圖案清晰 比如說這個例子 這是一個光照 光照上面開個小孔 照理說光 光透過小孔後 應該是要直得下來 但是很可惜 光會繞射 光出過這個孔的時候 會有霞縫繞射出來 它會一些四面八方跑出來 你的光是直得下來 但是透過孔形之後呢 它會向四面八方產生繞射 使得曝完光之後呢 這裡會產生 單霞縫繞射的圖案 變成怎樣呢 主要光就都只用在這裡沒有錯 光主要只用在這裡 可是旁邊也會有建設性感生 旁邊只要有建設性感生 只要光的強度夠強到怎樣呢 讓光主產生反應的話 原本這些地方 原本只希望這裡 不要有光主 其他的地方都要有光主 可是只要這個光的強度 強到讓光主產生感光的話 那你出來的就會變成很多很多的感應的光之後 很多的光主就會被洗掉 你的光主形狀就不會是這個樣子 而是一個方塊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才會變成怎樣呢 曝光之透 透過光照之後呢 最好再利用一個透鏡 讓散色光 這個繞色的光呢 重新再聚焦亮 來降低旁邊的建設性感生 將旁邊的建設性感生的強度降低 讓光盡量都集中在 你想要集中的地方 讓主觀變得更影響 所以呢 整個曝光機非常重要 就是光學透鏡的設計 光學透鏡的設計 很重要 所謂的解析度 光學所能達到的最佳解析度 解析度這個詞就是越小越好 越小代表它能夠 將越小的尺寸 固毛的越清楚 你可以想著說 在多小的尺寸它還能夠清楚 就是它的解析度 解析度 這個數字越小代表它的解析度越高 高解析度不是數字大 高解析度是代表這個解析度的數字越小 代表越小尺寸的 越小尺寸的圖外它可以越清楚 這叫解析度 那解析度的公式 等於NA分之K1難打 NA就是所謂的數值孔徑 Numerical action 難打是光源的波長 K1是整個機台的系統長處 看起來怎麼設計 怎麼期待什麼設計 所以你會看到 resolution解析度 等NA分之K1乘3難打 而我希望這個數字要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而這數字要越小的話 有NA NA是什麼 剛剛講過數字孔徑 什麼是數字孔徑 數字孔徑等於1分之2R0 D是什麼 D是光照跟透鏡之間的距離 R0是什麼呢 R0是透鏡的直徑 就跟透鏡的大相關 所以這個R要越小 NA就要越大越好 NA要越大怎麼辦呢 第一個 D要越小越好 NVA超越大 D要長越小 光照跟透鏡的距離要 越近越好 光照跟透鏡之間的距離要不太遠 第二個 R0要越大越好 就是透鏡要越大越好 所以要怎樣解析度才會越好 從透鏡的角度 透鏡的尺寸越大越好 但是就會越貴 就會越貴 就會越貴 因為越大 你又要讓它距離好 這個透鏡就很貴 就很貴 再來 透鏡跟光照之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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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越高越快要近一點才可以 所以這些設計很重要 再來是什麼呢 所以 較大的透鏡 貴 高解析度但是貴 再來最簡單是什麼呢 波長短 使用短波長來曝光 可以提高解析度 但是 光源很貴 光源很貴 因為曝光的波長是有極限的 當然你可以使用什麼 靜韌式技術 可以縮小的波長 這就是為什麼 一直在追求光源的波長 因為波長越短 你的景氣度就會越好 R值越小就會越好 只是怎樣呢 大家要知道 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光是個電子波對不對 可是大家都知道 有另外一個學問叫做光學 Optical 或者Optive 那它跟電子學很差 有沒有想過這問題 光是電子波啊 那用電子學就可以了嗎 為什麼把它延伸出光可以出來 為什麼 因為下鍋 因為電子波的數學很複雜 可是如果今天將電子波的波長 局限到只有光學波長那一段波段的話 很多數學式可以減化 可以減化 可以減化 就變成我們光學成功的式子 包含一些什麼 斯奈爾定律啊 有沒有 一些光學的特性 它就代表這段波長 可以使用光學的數學 光學的數學方程是 電子波的方程是簡單 是因為它 這段波長的電子波 它可以把一些數學式子減化過來 可是當你的波長 大家講過 在追求一個Solution 高 也就是R要越小 蛋要越小的時候 一旦你的光 已經波長小到 接近到S光的時候 S光還用光嗎 中文翻譯你的光大 但實際上它已經不是可見光了 那它還可以再使用光學的數學方程式嗎 就不可以囉 它必須要回歸到 電子波的方程式了 就不可以使用減化的數學方程式了 那就是S-Ray 所以 當你的曝光機走到 如果使用S-Ray的話 你整個設計都要大改 因為它已經不太遵守你的光學方程式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如果使用S光去開發 不忘記的話 成本非常高 因為它的系統幾乎都要 大幅度的改變設計 就是這裡 好 這邊休息一下 其實是無油P 都要在這裡 遵守 遵守